草 Lynn 未滿 《青春之靂》是一個比較舊的作品 你还感觉到闻到他那个青春的气息 你看到他的东西呢 他好像紧面镜子一样 你又看清楚他紧紧在演叫什么 我发觉他里面有一个吸引我的东西 是他里面的不求的心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 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 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叶老师他很感兴趣 说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到底怎么做什么 我很想知道他们怎么见面 他没有写的部分能不能做出来 提醒倩倩一个就是稍微注意强调一个你的低头的事业 只要跟他似乎相望 下意识就回避 这个东西就会留下来 后来他说你这个部分特别美 难得碰到一个你这样真正的中国女人 他要跟他结婚 他要避开他 他要一个自由 他要一个安定 你知道吗 你的特长是低头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他是各怀目的的 最早至少是两个人各怀目的的在互相交往 你说他两个完全没有感情也不是的 你说他们两个是爱情吗 这个东西也很复杂 在去处理张爱玲小说的时候 如果把他当作一场合理的叫 男欢女爱的故事来探讨或审美 那就是圈套 张爱玲好多东西好难写起 当时候的历史感觉 公司文化撞击 最后的社会开始慢慢骁拥 这一大家子就像死水一样 新的东西但是又没有着落 老妹妹就搞啊 谁家子人呢 白老师一直想找寻一个安定的房间 到最后他这个空房子 一个人在围一个空房子走 他的房子在安定房间只有无尽的虚无 那个时候战争就来了 最后两个人的结合 是因为 就是张爱玲说的清晨之力 就是这个整个城 清福了 成全了这一对平凡的夫妻 那龟石神差的 我们还真的恋爱起来了 你以前说过你爱我的 哪不算 我们那时候看房子谈恋爱了 哪里还有公布恋爱 港站的期间 大量的人结婚 都没有那个灯 结婚启事的那个版面了 这个都是战争促成的很多的婚姻 我觉得这就是人的渺小吧 我们今天就去灯抱启事 那疫情有没有创造很多的人结婚 有没有创造很多原来孤独的灵魂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是不是也很类似于清晨之恋里面 白楼苏和范楼苑的关系 如果你正是青年男女 你的爱情观是可能只是物质感的 请你在这个戏里面找到精神层面里面 你自己的李不清的那一个灰色 天真居然不能用太过单面的表达方法 我希望用电影跟那个舞台再交友 它非常细节的 也非常诗意 非常是类比的 它很深层的内在的 所想表现的那个时代感的东西 跟我们的那么的相像 感谢观看